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学佛修行 离不开弘法利生 尤其是大圣佛法 大圣菩萨 督众辛苦不辛苦啊 当然是非常的辛苦 大圣经典在描写大圣菩萨的行持 真的是偏偏血泪 不可思议 谁想到要铁剑扛重任 直下承担 都会多所顾虑 心生迟疑 但是大圣菩萨都知道 唯有度尽众生 自己才能成就无上的佛果位 众生的世相是一切的如母有情 理相是自己内心的一切众生 这些烦恼 内外你都要承办圆满 所以这条道路是无可回避的 今天害怕 今天畏缩 改天你就不害怕 你就不畏缩 今天为苦怕难 改天是怎么样 是更苦更难的 所以已经修学到大圣佛法 已经修学金刚秘圣的秘法 希望大家有直下承担的精神 不要再蹉跎 不要再犹豫 几年前看起来都像年轻小伙子 非常有活力的许多同修 在今年这样一看 许多位都老态 疲态现前 精神 反应状况大不如从前 真的岁月如梭 时间过得非常快 人生在世对佛法修持没有投注 对承办自他二利没有行持 真的是白活一场 再高的学历 再幸福的家庭 赚再多的金钱 拥有再多的地位 这些是如此的空虚 无济于事 对于你的生死大事而言 这些常常都是毫无保障 不堪一击的 所以同修应该产生正确的定见 还有智慧 好好为自己学佛修行做一个规划 所以弘法听起来响亮 齐行 书生 但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 首先弘法的人要先醒悟自己 就跟出家的人一样 很多人他出家 他想方设法的要出家 你为什么想出家 那你得有很深的思维 你出家 家庭责任医务 你有办法善尽圆满 你看六祖大师 他想出家 母亲身体病弱 没有人照顾 父亲被奸人陷害找亡 就是人家带他到一个有钱人那里 资助他一定闻淫 那就可以让他母亲衣食无忧好几年了 在那个贫穷时代 而且他还有一个同乡的一个女孩子 把他的母亲当自己母亲一样照顾好 所以他义无反顾的去出家了 同学 你想出家说得很好啊 无论你在家出家 你想出家说得很好啊 那些事情你处理了吗 再来啊 你祖先同不同意啊 祖先同不同意 不是祖先心情好不好 是祖先会担心 你出家了 那没有香火传承 没有传宗接代 那我们这个 祖祖辈辈的 将来谁要传承香火 谁要来 来奉仕我们啊 台湾话的讲述 谁要拜我们啊 对不对 因为祖先有的没有成就 众绝的果位嘛 甚至都没有到天道 他还需要这个人的子孙 或是子孙来奉仕他嘛 他会担心 所以有的人 他不要出家 他光是清修不娶不嫁 那祖先就有意见 就不欢喜他 对不对 你处理了吗 这就是学习了 有点偏差 他光看眼前 他想出家 角色扮演换个僧服 父母的养育之恩 师长的教育栽培之恩 很多长辈 很多亲人的期待 你都不管了 都不承担 都不负责了 都不要管了 我出家再说 听那个孙智皇帝出家感叹诗 唱得好啊 我今撒手西方去 不管千秋与万秋 那种感动的 那种洒脱的气氛就是这样 感染着你 让你看我也不管千秋与万秋了 先把你的欠款卡债还一还吧 务实一点